赌场大亨周超华的案子马上就要有个明确的结果了 由于周超华的手下纷纷反水 他这个赌场大亨的下场也基本坐实了 有生之年估计是要把牢底坐穿了 只不过在进去之前 周超华也是做了完全的打算 名下的财产,公司的股份 早就转给了自己的老婆西米嫂 可以说即便自己出不来 西米嫂也能衣食无忧地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辈子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今年才41岁的西米嫂貌似不太安于如今的现状 有了钱之后 她的身份地位,接触的层次也不一样了 想法有了改变,也是很正常 最重要的是,虽然没和周超华离婚 但实际上已经是单身的西米嫂 得到了众多男士的青睐 女方的健身教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西米嫂刚过完自己41岁的生日 这个健身教练不仅亲自到场 还送了名贵的礼物 以及非常有暧昧意味的鲜花 当然了,最有意思的是 西米嫂貌似对于自己的健身教练也有好感 两人合照的时候居然是搂在一起的 根本不拒旁人的眼光 女方都这么主动了 男教练自然也是打折随棍上 而且在不少场合 都能看到这位健身教练的身影 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异性这么的暧昧 估计周昌华看了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吧 钱都给你了 好歹你对婚姻也有点忠诚度吧 我还没怎么样呢 你就和健身教练搭得火热 最关键的是 这位健身教练胆子也是大 要是周昌华还在外面的话 给他100个胆子 他也不敢和大佬的女人这么的暧昧吧 感谢观看